亲爱的听众子们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罪恶错误 可能会带来什么可怕的连锁反应 《诗诗记》第21章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为了保存变亚民之派 而产生更多的暴行 上一章 以色列人为了吉比亚的暴行 来出征 来处罚变亚民 但是却处罚过度 把变亚民的人 城市毁灭 只留下600个男丁 接下来一个大问题了 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发誓 不将女儿嫁给宾亚民之派 而他们在神面前痛哭 因为以色列12个之派 就少了一个之派 他们主团献祭问神怎么办 宾亚民女子都被除灭了 而以色列人律法规定 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 我们的女儿又不可以嫁给他们 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左右为难当中 他们想起来 查一查有谁没有上来发誓 查出基里亚比人 没有上来启示 于是派出一万两千勇士 去击杀基里亚比人 男人已婚 女子跟孩子 带回400个未出嫁的处女 而到了林门盘时 跟宾亚民人说和睦话 把400个女子给他们为妻 还少200个人怎么办呢 还是不够 而我们曾经启示 不把女儿嫁给他们 于是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在室罗有神的节旗 吩咐这一群 200个宾亚民 没有妻子人去埋伏抢妻 而若他们的父兄来争执 就求看我们的情面 因为在争战的时候 没有把女子留给他们 而这么做 也不算室罗人 把女儿嫁给他们 因为是被抢走的 结果呢 宾亚民逃脱者回到地液 可以修成免得 涂抹一个支派 各归各家 实际最后提到了 以色列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表面看起来 他们有献祭 他们有求问神 他们看中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完整性 但是 当整个世代不敬畏神 他们看起来知行公义 但知行公义过度 而接下来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 他们去杀鸡猎 鸭比人 他们去 在神的节旗 去抢旗 看到一个错误 要用更多的错误 去弥补 去掩饰 哇 何等的可怕 落入左右为难 怎么做都错了 可怕的光景 因此我们回到根本 如果 人敬畏神 走神的道路 没有起初的恶行 就不会有 后面这么多 变压民人 以色列人互相杀戮 甚至 以色列必须杀基利亚比人 去 抢夺 适逻人的妻子 可怕的事 因此 在犯罪的起 起头 在纷争的起点 就要窒息 呼救主 让我们用手挡住 骨牌一般 挡住罪恶 不容许罪恶蔓延 我们来祷告 可救神帮助我们 在每个关键时刻 让我们不是忙着 解决错误 弥补错误 乃是 在做决定前 花时间求问神 正确地跟随神 依据我们尊神的话语 让神作王 得着平安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